好 吳征你怎么观察今年的选战 侯友宜现在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叫树倒侯孙散 因为上礼拜我就讲过 其实那时候侯友宜民调还是第二名 但侯友宜其实非常危险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的柯粉 柯粉不会叫柯文哲退选 柯粉实在很爱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一定要选到底 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早就已经对侯友宜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侯友宜怎么会一路走到今天 他最大问题其实就是扣谁 因为侯友宜长期以来的战略 叫做消费国民党 我们回想一下四年前 韩国瑜到新北办造势活动 侯友宜就说我要上山考察了 那前年呢四个不同意公投的时候 国民党全党在挺核能 侯友宜就说没有核安没有核能 他一个人跳出来明哲保身 那今年稍早呢 这个南投立委补选的时候 林明珍选前之夜 侯友宜也不到场 所以侯友宜一直以来都觉得说 反正国民党的支持者 通通会死心踏地跟着我到底 所以我可以去把我装的比较中立一点 然后我这样可以看起来比较清高 殊不知其实蓝颖早就已经觉得 侯友宜这个是庆竹难输 所以看到侯友宜现在是非常的慌张 因为他这几天呢 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去讲一些新的言论 包括说他说如果他当选 他就要去把所有的死刑犯 通通执行枪决下重本 那另外呢包括说他到高雄 好现在开始说我在新北市 就跟高雄这个路平灯亮水沟通一样 我们也是这个做法 那到何能呢他今天最新加码 他现在想说非何家园 就是一场骗局 所以看到侯友宜基本上 现在是整个慌了 那我预估了很快 大概这几天 他就必须要去讲出九二共识了 因为他现在必须 我要想办法止跌 但问题是这个就像是 你的女朋友已经 去跟别人约会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发现大事不妙 再赶快说baby我们今天晚上 去哪里吃个足弓晚餐 这样来得及吗 事实上没有用的 所以现在柯文哲可以说是 这个老神在在 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民调 侯友宜一直以来的作风呢 其实最先体现的就是 在年轻族群的部分呢 侯友宜的墙角已经整个被挖走了 柯文哲在20到29岁 甚至可以达到逼近4成的支持率 显示这个转移有非常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从这个方向去看 柯文哲最近的动向就很有趣 例如说柯文哲为什么要一直强调 他是美中最可以接受的人选 我自己最近在YT上面看 等等我一直对这句话很有意见 柯文哲是自吹自擂 自己是美中最能接受的人选 美中没有说他们最能接受 柯文哲 葛兰宜还直接发推特说 柯文哲不诚实 葛兰宜还是华盛顿第一 对台湾中国政策很有直接影响力的重要智库的专家 没错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天嘴自己最帅最美 可是这个社会是不是公认你最帅最美 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也应该认真睁大眼睛看 那为什么柯文哲要一直去强调这件事情 即便葛兰宜直接说柯文哲不诚实 他还是要说我是美中最能接受的人选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玄机 就我自己最近在YT上看这个旺旺中叉的这个频道 怎么会这一个这么传统上这么轻忠的媒体 最近异常的一直出捧柯文哲的报道 所以我请我朋友这个是做网络行销公司的 帮我们捞了一下 从5月17号之后 就是郭台铭确定out之后 这个旺旺中叉这个YT频道上面的报道 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礼拜下来呢 侯友宜、柯文哲、赖清德 他们的总数报道总数新闻分别是21则 22则、18则差不多 赖清德正面的只有两则报道 其中14则是负面 所以是这个骂赖清德最多的 那侯友宜呢 很奇妙 这个这么轻忠指标性的媒体 侯友宜的负面新闻则数是7则 正面只有6则 所以居然负面的比正面的多 那其中柯文哲呢 正面的是有11则 负面的有5则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其实 连旺旺中叉都已经是 开始明显的在表态选边站 又来挺柯文哲 所以我认为为什么柯文哲 所以有来我们在看哦 旺旺中叉我也观察到 他最近有骂好几次侯友宜 但是他有一个部分跟我意见一样 就是侯友宜跳针 然后重大政策事实上毫无决断力 或者侯友宜可能只是投机 然后呢 他先看完风向 看完全台湾可能哦 七成八成的人站到哪一边 然后他就说哦 他支持某一边这样子 好这个是一个投机政客的 其中一个很直接的投机性格 可是旺旺的系统呢 我观察他们还对侯友宜 有一个不满 就是他没有讲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好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是习近平的定义 那马英九跟书奇是在那边嘴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那陈水扁 我本人专访他的时候 他说地球上没有九二共识 这个鬼东西 这个鬼东西是书奇用中文字 拿来误导大家 但是当年有九二会面 但是毫无共识 也毫无结果 那我觉得陈水扁讲的 比较还原历史事实 就是有一个人 如果他的名字叫美人 他真的长得最美吗 当然不是 可是他名字刚好叫美人 你就会每天叫他 美人美人美人 就我刚刚讲的嘛 那有一个名词叫做共识 你就以为他是共识吗 鬼扯 他就是故意用一个名词 来呼噜你误导你 没错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 要一直重复 就跟九二共识一样 自己给自己戴这个帽子 说我是美中最能接受人选 其实这是一个幌子 他真正要讲的是 他要讲给中国听 也要讲给蓝颖选民听 我是中国最主义的人选 因为美方已经隔来又连打下去了嘛 所以他真正要跟广大蓝颖选民说的是 现在中国已经也都过来挺我了 现在他们也觉得我是最能接受人选 大家赶快看清楚风向 赶快投靠到这边 所以侯友宜现在非常惨 他可能接下来走是会不断下跌 那这个是八年前 刚刚前面讲的那份民调 这个刚刚是讲到 对换柱的民调 我们看这是其实同一份 当时是指标做的 但最后最后到十月的时候呢 红秀柱民调最后是维持在15% 稍微回来一点点 但是就15%了 那最后十月中以后呢 就被换柱换掉了 所以看到侯友宜现在 距离这个换柱的死亡线15% 他18%已经只剩3%的空间了 所以接下来 第一个是说侯友宜是不是真的 马上要被换掉了 第二个我相信侯友宜现在 有非常非常强的焦虑感 他这两天绝对会马上就去讲九二共识 但问题是这样做有用吗 我认为很困难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 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是郭台铭 我如果是郭台铭 我看到侯友宜这样子看衰 我到底要不要好赌一把 我真的觉得 他昨天是心里一样 他今天应该是从头到脚 每一个细胞都在一样 我们稍后回来